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中是40% 因为在午后的时候 这个降雨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 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发展之下 能看到在中部山区 还有在花东地区的降雨 都是比较剧烈的 不过到了晚上 雨势就会明显的来做缓和 但是明天的降雨状况 能看到在白天 雨势又比今天来得更多 而且雨区要来扩大的 因为西南风增强状况 而且在北部海面 有一道封面正在建立当中 逐渐的靠近台湾 能看到从礼拜日礼拜一 甚至到达礼拜五之前 全部都是蓝色的一片 也就是说降雨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西南风增强的情况之下 在中南部的雨势 就会更加的剧烈 我们从在礼拜六 礼拜日礼拜一的状况来说 只有在今天的北部 还有西半部地区 可以看到阳光来露脸 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天 都可以看到都是有雷雨发生 尤其是在午后 热对流发展的情况之下 要特别留意 如果是在山区活动观众朋友 就要小心 而且高温各地都可以来到30 甚至32度以上 在体感温度的表现上面 因为湿度很高 所以部分地区甚至到达37度 提醒您要穿一些 比较稀湿排汗的衣服 会比较舒适 我们来看地面天气图了 可以看到一整周 从明天开始 北部海面就有一道封面 逐渐的来建立 而且要逐渐的靠近 在礼拜二目前看起来 是最近我们的时候 一直到礼拜四 都还挂在台湾北部海面 所以一整周天气都非常的不稳定 出门又记得 席带雨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